欢迎来到美厅,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到底有多厉害? 晚上几个朋友小聚,因为都已经有了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了教育这个话题。 老陈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式,这几年,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不过,老陈家的出游和很多家庭还不一样,大多数父母通常会带着孩子去游乐场,去动物园。 这些地方老陈也会去,但他还时常去一些很冷门的地方。 比如说,他会带上物资,带着儿子去儿童福利院,去敬老院,去大山里。 会带着儿子去听听谈,看戏剧,也会时常带着儿子去老家农村的亲戚家吃吃饭,句一句。 见见世面是老陈提到较多的一个词。 而对于见世面的理解,老陈说,所谓见世面其实就是见见真实的生活。 不夸张地讲,老陈的儿子是我见过的同龄孩子里最有气质的一个。 待人接物都十分得体,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跋扈,不怯场,温和又开朗,一切都是刚刚好。 老陈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和他相处会感觉很舒服,虽资产千万,却一样可以和你到街边撸串。 虽年长几岁,说话却很少有说教的口吻,反而态度谦逊。 这也许就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所拥有的气质吧,而这样的人往往都活得很有质感。 1. 不随波逐流,不嘲笑他人 曾有一读者对我说,我还有五年就要结婚了,可是现在还一无所有,没房没车,没存款。 没对象,很焦虑。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他连对象都没有,却知道自己还有五年就结婚了。 结果他告诉我,在他们老家,男人最迟到28岁是一定要结婚的。 有人听完可能会笑,请先别急着笑他人。 很多人其实和这位读者是一样的,都在试图将人生活成标准模板。 很多时候,标准即意味着平庸,也意味着失去了自己。 朋友杨阳,家境优越,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 谈起在国外的几年经历,杨阳感慨最大的就是,别轻易对一个人下结论,包括我们自己。 他见过50岁的人创业,70多岁的老奶奶学滑板,步履蹒跚的老头和他们在一起听课。 的确,当你真正见过世面,就会知道,人生其实应该是无年灵感的。 人生的每个阶段,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事。 当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和节奏之后,处事的心态就会完全不一样。 就不会被同龄人抛弃而苦恼,焦虑万分。 也不会因领先于他人而沾沾自喜,目中无人。 就不会轻易放弃梦想,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 也不会嘲笑那些努力生活,不断追梦的人。 有些人死于25岁,葬于75岁。 有些人永远都是25岁,一辈子都活得热气腾腾。 对人生的认知不同,结局往往也不同。 2.能享受阳光,也能扛住风雨。 很多父母也会带孩子出去看世界,可往往只限于吃喝玩乐。 见识是增长了,但却总少了点味道。 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开车和老陈一家同行去四川的一个山区。 看得出来,那里的人和他们挺熟络的。 老陈的儿子豆豆一下车,就有几个孩子奔了过来。 说实话,那几个孩子有点脏兮兮的。 但豆豆却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一帮小孩迅速消失在大人的视野里。 老陈俩口子搬完东西后,站在墙角下和几个当地人聊着天,完全没有捐赠者的高姿态。 阳光下的他们站在那里,更像是多年的老友,侃侃而谈,有说有笑。 那一幕给我的触动很大,所谓教养,所谓人格高贵,大抵就是这样子吧。 谈及带孩子去敬老院,去山区的原因,老陈有一番话说得很好。 我希望他能见到这个世界不同的样子,见过优秀的,就会知道人外有人,知道进去,懂得谦逊。 见过苦的,就会知道怜悯,懂得珍惜。 很多时候,你只有见过真正的苦,经历过苦,才能不惧怕苦难,受得住苦,不抱怨苦难。 想起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而那些真正见过世面的人身上,往往都有这种英雄主义。 他们既可以享受最好的,也可以承受最差的,会讲究,也能将就,不管多难,依旧满怀希望。 三,见识决定高度,最好两件事。 真正见过世面的人,说白了就是,见识多了,眼界宽了,格局大了。 而这些因素,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和质感。 为什么说女孩要富养,其中有一点就是,拥有过好东西,日后才不会被好东西所诱惑。 为什么有人遇到问题,可以不慌不乱,遇到困难,可以坦然面对,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因为他见过比这更糟糕的。 为什么有人会放弃安稳的工作,转身去折腾? 那是因为他见识过努力的力量。 为什么有人带人接物,轻逊得体,让他人很是舒服。 是因为他见过人外人,也因为他拥有过,所以不必通过炫耀来证明自己。 我一直深信两个两点。 很多时候,越会炫耀什么,就意味着越是缺什么。 所谓知足常乐,往往是没拥有过更好的,也就是没见识,没见过世面。 一个人见世面的方式,无非是两个方面。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书自不必说,但行万里路,我想多讲几句。 行万里路,不是说要去多远的地方,拍拍照片,发个朋友圈,而是通过看世界,看众生,从而领悟生活,看到自己。 当有一天,你真心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不轻易去评价一个人真正热爱生活,不活在他人的评价里时,你就算真正见过大失眠了。 人生最好的模样,也不过就是如此。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